大家好 我是孫雲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 五十天線 爭奪戰 好了 談談事先 今天市反覆上落 沒有明顯方向 曾經逼近二萬八千五百點 但破不了 又落回來 曾經倒跌過 但最後全日升六十四點 所以二萬八千四百一十六點 成交少了 八百零一億 今天市回中銀香港 其中動力退來 原因業績一般 不過幸好本地經濟股 包括地產 以至銀行 恆新銀行 是有不錯的表現 令到市不至於下跌 反而有小聲收場 好了 談回後市怎麼看 後市怎麼看 就回到點題幾個字 五十天線爭奪戰 其實就像今晚的情況 或智智昨晚的情況都是這樣 好淡在爭奪五十天線 大家理來我往暫時 不是太分了勝負 因為都是紮著五十天線上落 收市價差不多和五十天線 估計短期內 特別是明天都會這樣 原因呢 可以從以後方面說 首先技術上 恆新指數看到了 除了爭奪五十天線之外 你看陰陽足圖 就是今天出現小陀螺 小陀螺都是代變信號 加上柱狀圖來說 大家想像是柱狀圖的話 今天無論是高低位 收市價都是昨天的範圍之內 這個柱狀圖來說 叫做內在日 內在日就說 很膽未分勝負 代變 亦都是代變信號 和陰陽足的信號是一致的 換言之 暫時沒有方向 代變 與此同時 各自都有相似的方向 看到了 昨天已經出現了一支陀螺 這裡 祝身比較長一點 陀螺祝身比較長一點 到今天 祝身進一步收勢 去到近似十字星的狀態 都當是陀螺 陀螺亦都是代變的走勢 而且他亦都是高低位 以致收市 搞到是昨天的範圍之內 亦都是內在日 那內在日 只是未有明顯方向 加上剛才提及過 成交是縮了 成交縮了 那些事很淡 都不是很願意做事 只是簡單地說 在這個位置 大家都不知道買好還是沽好 令到出現代變狀況 估計明天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與此同時 明天是期指結算日 期指結算日 通常都是這樣的 如果結算日之前 沒有明顯方向 到結算日那天 特別是 結算日未敲定 通常敲定的時間是多少呢 到下半場中後段 就敲定結算價 在敲定之前 都會維持之前的狀態 不是太族的狀態 以至價格大致 是這麼上 先有明顯方向 所以明天 估計都是 牛皮 五十天線 爭著情況之下 比較多 圍繞著 好膽 圍繞著五十天線 就理工我手 或者理來我王 至於 明天結算之後的情況如何呢 初步看 就好過之前的 之前這早跌浪時的情況 這早跌浪就是八月的時候 跌得比較厲害 為什麼這麼說呢 可以分兩方面呢 第一方面 有可能 之前一股重要的沽受壓力 就慢慢慢慢減弱了 對港股有利 起碼有利於低位喘定 以至不會大幅跌穿的前浪底 股動力是什麼呢 就是北水沽港股 以至北水特別是沽科技股的動力 之前比較遭高 一百月份以來 北水已經沽出 正估出的 就是二百五十四億港股 這個是歷史的新高 其中呢 單系科技股 就成為主要的炮火 炮口對準科技股 有幾隻科技股 例如瑞昇 信譽 以至騰訊 往往是 北水沽受前列的股份 其中現在看到就是騰訊 今天再跌 四個六 單是騰訊 正估出一百四十一億港元的貨 換言之 估得很狠 但幸好 看近這幾億的狀況 好像 八月以來估得很狠的北水 已經慢慢 越估越少了 見到騰訊的情況 雖然今天是遠 但見到成交是持續縮減 這日是最高的 沽售的高潮 然後慢慢慢慢縮減 沽售壓力是減少了 這是第一個 加上剛才提到的信譽 瑞昇 今天是能夠上升 並且北水沽售科技股的高潮 可能已經過了 這對港股是偏好的 與此同時 就是講下中資金融股 特別是內隱股 最近中資金融股 如果業績好 是往往受到追捧 包括平保 就算業績只是符合預期 都未至於被市場懲罰 簡單來說 股價並未因而下初 好像昨天公佈的幾隻大內隱 包括農行、中行、建行 業績與市場懲罰差不多 純利潤增長5%至8% 股價並未下跌 反而是回穩的跡漲 其中增長得比較多的農行 更加升勢 今天升1.3% 跑贏大市 市場對業績 沒有之前見光死的情況 顯示市底就回穩了 有利恆生指數在低位靠穩 不至於再急速下錯 這是對恆生指數 結算之後有可能要整固 但整固之外 未必會出現之前大幅下錯的機會 大幅跌穿 之前的浪底的機會減少了 反而有可能已經短期 是之前的 穿2.7%這下就見底了 好了 整個關係 今天分析 下集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swear是